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国现代舞之父拉邦陈提出 舞蹈与动作是分不开的 舞蹈经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动作形式 身体每天替我们完成各项生活所需 甚至表达感受 你熟悉这个与生俱来的伙伴吗? 现在请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穿着方便活动的服装 让我们展开动作元素的探索之旅吧 一般舞蹈从技巧的学习开始 我们今天从创造性舞蹈的动作元素探索开始 元素之间通常是互相关联的 但是为了让同学有更清楚的觉察 今天我们会一一来体验 就好像把一棵树分成树叶树枝树干等 当我们熟悉整棵树就能辨别树的整体及局部 当然不同元素的变化与组合中 就会创造出不同的动作 因此每个人就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舞蹈 创造性舞蹈不是某种舞蹈类型 学习时不需要模仿老师的动作 也不用练习特定的技巧 所以等会很多时候老师会用口述的方式 请你用耳朵听 用心及身体感受 用脑袋思考 丢掉你的偶包 完全不用担心你会做错 完全不用担心动作好不好看 只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很重要所以讲三次 Are you ready? Let's take a try 舞蹈动作元素基本包含了五项 身体 空间 时间 尽力 关系 身体是跳舞的重要伙伴 包括了身体部位及肢体动作 身体部位包含了四肢躯干及头颈部 首先来看看四肢 我们邀请到小楼来示范 猜猜看这些关节的名称是什么 你可以说出来吗? 给你20秒的时间想想 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 我们的上肢包括了肩关节 我们的上肢包括了肩关节 走关节 晚关节 手指关节 而下肢包括了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及脚趾关节 你答对了几个? 关节带动不同身体部位 使我们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身体动作 肩关节 肩关节 好 走 好 从身体旁边 从身体旁边45度 轻轻轻慢慢的 轻轻慢慢的 现在换仰视 往后绕圈 还有什么事? 对 哇 是 双手往前往外展开 缓慢的 相反的 由外往内 包进来 像拥抱的动作一样 有感觉到你的肩关节的移动 以及周围肌肉的运作吗? 好 先放松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手背可以扭转吗? 好 手背在身体的两侧 手心朝前 大拇指朝上 你可以往前翻转 变成手心朝后 大拇指朝下吗? 很好 可以再多翻一点吗? 好 相反方向你也可以试试看 看你可以翻转到多少 好 放松 最后一招 抖动你的肩膀 你可以上下抖动 也可以前后抖动 你感觉到关节的移动了吗? 肩关节是我们全身 活动度最大的关节 也许你还可以探索更多的动作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慢慢的进行 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手臂从身体旁边延伸到天花板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双手的速度不平均 或是有卡顿的现象 爱自已哦 也许是肌肉太紧或是不够强壮 长期下来会容易受伤哦 宽关节与大腿 好 现在自然的站立 如果你怕再不稳 可以扶着墙壁或是椅背 我们现在将重心留在左腿 右腿向前方伸出来 向上举起 好 再慢慢放下 有觉察到宽关节吗? 可以将你的右手放在宽关节上 感受一下 试试看大腿还可以往哪些不同方向移动 旁边 后面 可以伸直腿在地板上画圆吗? 可以在空中画圆吗? 你可以把腿抬多高呢? 慢慢的哦 注意安全 好 这边你可以按暂停 右腿活动完 试试看 左腿 大腿可以扭转吗? 上跳芭蕾舞向外转 turn out 脚跟靠近脚尖朝外 也可以相尿及时向内转吗? turn in 脚尖朝内 脚跟朝外 你可以观察一下关节的带动功能 这个部位的关节就好像门与门框之间的脚链 当你开门或关门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的手臂或者腿 伸直和弯曲 轴关节 手轴可以做很多事 其中之一是具有推拉的功能 我们先将手臂向内弯曲 然后向外推出去 伸直 以同样的方式朝不同的方向推出去看看 你可以注意到 你可以注意到上手臂决定方向 而手肘就由此方向推出去或者是拉回来 膝关节 膝关节 同样的我们来试试膝关节 躺在地板上 将右腿高举 伸直膝关节 伸直膝关节 伸直膝盖 是不是伸不直啊 如果右腿都要拉回来 就由此方向延伸或者是收回 同样的你可以安站挺 换左腿许看看 怀关节 坐在地板上 双腿伸直 脚尖往下压 脚尖往上勾 再一次脚尖 好 现在将脚滑以顺时针方向捞圈 缓逆时针 感觉这个部位的关节动作及肌肉的变化 腕关节 以同样的动作试试手腕的情况 先将指尖往下压 向上翘 再一次指尖往下压 向上翘 将手腕以顺时针方向捞圈 缓逆时针方向捞圈 感觉一下 腕关节及肌肉的变化 脚趾关节 好 请你把袜子 鞋子都脱掉 放一张卫生纸在地上 给你十秒钟去拿 开始 好 现在请你用脚趾把卫生纸抓起来 可以吗 好 放掉 换另外一只脚 试试看 抓起来 放掉 很好 很好 你的脚趾头可以撑开吗 可以撑躲开 你的脚趾头可以比赞吗 手指关节 我们要来舞动一下你的手掌 张开你的手掌 可以把你的手指张夺开 然后握紧拳头 可以握躲紧呢 你还可以做出这些手势吗 是不是感觉手指关节很灵活呢 你可以再想想看 手指关节还可以做哪些动作 刚刚那些太简单了 那现在要考考你 你可以用双手同时剪刀石头部 但是右手要硬左手 接下来介绍躯干 包含胸部 腹部及臀部 还有人体的中心线脊椎 脊椎透过收缩 延伸及方向的变化 带动上半身 来双腿交叉就在地板上 肩膀放松 从尾椎骨一直往上拉长 这个叫延伸的背 现在跪在地板上 将双手掌贴在地板 手肘伸直 想象你是一只生气的猫 当猫生气时会拱起它的背 我们可以说是凸背 维持原本的姿势 这一次想象你是一只生懒腰的狗 将你的颈部及臀部向上提起 这时候你的背部呢 中央凹下一块 是凹背 胸部 胸部是身体重要部位 影响着呼吸及手背的使用 但因为构造的关系 它动作的范围较小 请你用鼻子深吸一口气 使胸部充满了空气 再将气吐出 感觉胸部的起伏 和呼吸的韵律 再试着将胸口 往前方挺出去 再往后说回来 你可以多试几次 好 再将胸部往右 左 两边移动 好 然后试着绕圈看看 体会一下胸部的运动 腹部 是人体的核心力量 全身的动作 皆是用腹部的肌肉来平衡 臀部坐在地板上 将双脚抬起 离开地板 体会你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很好 多停十秒 你会感觉到腹部支持的力量 加油 还有五秒 四 三 二 一 好 休息 好 你可以试着再把小腹往内说 有没有感觉到肌肉很紧呢 再往外放 肚子肉是不是松松的 臀部 臀部有我们的骨盆 骨盆腔呢 像一个碗状物 我们常常看到夏威夷草群五肌臀部的摆动 就是骨盆关节摇摆的作用 它可以带动下半身的动作与方向 好 好来 现在躺在地板上 双膝弯曲 脚掌踩地 好 将骨盆由地板处往上抬去 再慢慢放下 多试几次感觉一下 好 慢慢站起来 肩膀与胸部保持静止 好 将臀部往前推 即往后拉 感觉骨盆处的变化 体会骨盆与腹部的关系 往前推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骨盆处的肌肉较紧 往后拉的感觉又是怎么样 很多女团性感的动作就是靠这一招 顾名思义包含头部和颈部 其中头部还包含了脸部五官 头颈部可以做点头 摇头 还可以抬头转头 下巴往外伸 下巴往内收 任意抖动的动作 脸部 试试挑眉 睁大眼睛 扭曲鼻子 改变你嘴巴的形状等等 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或是身边的人 平时开心 难过 惊讶 疲倦 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他们的脸部无关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你知道长颈鹿的颈椎和人一样都只有七节吗 长颈鹿的脖子可长达两公尺 人的脖子顶多十几公分 但根据研究发现 大部分哺乳动物的颈椎都是七节 肢体动作 日常生活中 我们透过身体完成生活大小事 比如 早上起床刷牙洗脸 走路上学 爬楼梯 点头打招呼 蹲下板 鞋带 弯腰 刷马桶 等 肢体动作大约可以分成 一位动作和非一位动作 一位动作就是从一个地方 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你可以说说有哪些动作吗 常见的有 走 跑 跳 滑 滚 爬 等 不同的情况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比如说 当你要上台领奖时 也许是抬头挺胸 走路很轻巧 当老师说等一下回教室要考试时 你可能是拖着沉重的步伐 缓慢的回教室 下课要去合作社抢包子 你可能是用狂奔的 体育课跑步经过暗恋的同学旁边 也许会放慢角度 这样可以多看几眼 其中光是跳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跳法 你能想出几种跳法呢 就好像我们双脚跳 就好像我们双脚跳绳时 安脚跳 起跳及落地为同一只脚 好像你脚被人家踩到很痛 痛到原地跳 要 起跳和落地为不同脚 很像是跑步的延长 它停在空中的时间比较久 好像地板上有一滩水 你要要过它们 踏跳 skip 走路加单脚跳 很开心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移动步伐 马跳 gallop 你小时候有骑过木马吗 好 我知道没有 它有点像是 那个篮球防守的姿势 但是篮球防守姿势是重心比较低 那这个马跳呢 gallop是重心比较高 在舞蹈里面叫chassé 这些移位动作在你小时候就毁了 但你现在需要的是体会移动的感觉怎么样 心情快乐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步伐 心情难过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步伐 你的身体灵活吗 自由吗 非移位动作 就是在原地就能完成的动作 包括了延伸 弯曲 扭转 摇摆 摆档 旋转 延伸 stretch 试试伸揽腰的动作 可以感觉肌肉拉长 除了往上延伸 也可以往不同的方向拉长 可以想象自己是有弹性的橡皮筋 把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拉看看 也可以想象自己被五马分食的感觉 twist 像拧毛巾一样 其实我们刚刚就有体验过手臂及腿的扭转 那现在试试身体还有哪些部位可以扭转 摇摆 sweet 可以想象你的身体部位像水草般 随着波浪 规律左右的摆动 也可以想象你的身体像树叶 被风吹动 自由随意的摆动 摆档 swing 以静止不动的点为中心 呈现弧形或圆形的运动 像荡球签一样 可以摆到你的双手从小弧度慢慢到大弧度 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旋转 turn 转的方式有很多种 也许单脚转 双脚转 圆地转 或是一位转 甚至是以身体不同部位转出大圆圈或小圆圈 完整的圆 或者是半圆 这些都叫做旋转 那我们前面有做过关节的旋转 还记得吗 好 包括了肩关节 怀关节 晚关节 那你可以想想看 还有哪些身体部位可以旋转呢 你也可以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体会一下原地旋转的乐趣 今天我们探索了舞蹈元素中的身体 复习一下 包括了身体部位 有四肢 躯干 头颈部 而肢体动作有 一位 即非一位动作 Let's take a try 等一下老师随机抽签 先抽一个非一位动作 即两个身体部位 再加一个一位动作 为第一句 再抽一次 变成第二句 然后将两句组合创作 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舞蹈 接下来 所以第一句是 旋转你的手肘及臀部 要先手肘在臀部 或是叠加 或是同时 都可以 It's up to you 你决定 之后再加 滑步 一味动作 要滑一步还是五步 It's up to you 你决定 第二句加上手肘延伸 一只手还是两只手 左手还是右手 It's up to you 同一边肩膀延伸还是不同边 It's up to you 最后再加上一个跑步 一味 你是你身体的主人 诊断由你决定 期待你的创作小品 经过练习之后 我们对身体不陌生了 身体觉察度也提升了 当你对身体掌握得越清晰 就可以更灵活的运用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 下课拜拜